日本的大学生 田中 在机场迎接 以前在美国留学时 认识的朋友 你好 这是台湾的王先生 好久不见 这是韩国的金小姐 王先生和金小姐 是第一次来日本 田中开着租来的车子 一起在北海道观光 那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啊 危险红灯 日本道路交通规则 交通标志 安全驾驶的方式 跟各位的国家有所不同 这个DVD希望协助大家 完成平安顺利的驾车之旅 三人在北海道的空路大门 新千岁机场租车后 王先生和金小姐 马上就面与了不同的交通规则 那你们两个也要系安全带哦 坐后面的人也要 对啊 在日本 后座的人也要系安全带 就因为这样的规定 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哦 那我们出发吧 出发 出发 北海道制作的导览地图 不但有北海道地图 还有记载各地观光景点 以及停车场资讯 除了日文版和英文版之外 还有中文以及韩文版 共四种语言 尽请多加利用 台湾的王先生 和韩国的金小姐 坐在田中驾驶的车中 实际上路后 他们发现 日本的交通规则 和自己国家 有许多不同 从刚才我就觉得 好像跟平常有点不一样 现在才发现 日本是靠左侧行尸 对啊 因为是反方向 所以开车时要小心 诶 那个标志是什么啊 有鹿吗 这是要大家注意 鹿和狐狸等动物 因为北海道有很多 野生动物的关系哦 哇 北海道好辽阔 心情真舒畅 不过 我们的车子速度 好像很慢耶 因为北海道有很多 视野良好的道路 很容易不小心就开太快 但是一般道路的最高速线 如果没有特别标示的话 是60公里 所以要留心解数哦 还有 要超车时 只有中央线是 白色虚线的地方 才可以哦 啊 变黄线了耶 这个意思是超车时 不可开进对象车道的意思 要记住这个标志哦 好 变慢了呢 因为这里有最高速线 50公里的标志 市区和转弯部分 大多是 线速50公里 北海道可以见到很多生物 新千岁机场附近 有悬崖的圣地 和可骑马的观光牧场 三人来到啤酒工厂参观 抱歉就等了哦 这是适合用的啤酒 哦 太棒了 可以喝到新鲜的啤酒 你也可以喝一点吧 不行 我刚刚就拿了这个牌子 它上面写着 我是驾驶对吧 正因为我是驾驶 所以绝对不能喝酒 酒驾在日本啊 是重大的犯罪 好 而且搭乘喝酒的人 手开着车 乘客也要被处罚哦 哇 真是严格 我们一定要小心 难得来到这里 真的抱歉 不会呀 不过日本有这么一句话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参观完毕后的三人 开向高速公路 北海道的高速公路正好走 而且最高线速标志没有数字 那真的没有速线吗 不不 当没有标示的时候 最高速线是一百公里 同样都是高速公路 这里的最高速线是八十公里吗 虽然是高速公路 但是在转弯和上下坡较多的区域 以及道路只有一线道的时候 会限制速度 要小心哦 好 到了杂皇了 要下高速公路了 好不容易来到大城市了 我们去市中心走走吧 好 我也想去 OK 走吧 危险 红灯 没关系 虽然是红灯 但下面有绿色箭头出现的话 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开 所以在这里右转 现在 没有箭头了 所以要停下来 出现往右的箭头的标志 就可以继续走 还有 关于红绿灯的问题 如果只有黄灯在闪的话 代表要慢速行驶 并且确认左右后在正常前进 若只有 红灯在闪的话 表示要先停车 确认左右后在正常前进 这是平交道 标志跟韩国很像 台湾的平交道 有的有栅栏 有的没有 出现这个标志时 一定要先停车 确认左右后才可以往前哦 好 行人穿越道的标志 跟韩国也很像 虽然颜色有点不同 不过跟台湾的也很像 真的吗 行人优先 所以在行人过马路时 我们要先停下来哦 这是停车再开的标志 这个吗 跟韩国不一样 台湾几乎没有停车再开的标志 所以真的要小心 闸晃是北海道的第一大城 市中心可以逛街 公园散步 和参观古迹 虽然是大都会 不过道路很宽 好像很好开耶 但是还是要小心 随时提醒自己 也要靠左侧行驶 道路交叉口 由右转的箭头标志的话 就要照着它行驶 这时候 对向车道的执行车和行人 有限哦 台湾有很多红色箭头的标志 是禁止开往箭头所指的方向 但日本却是用蓝色的箭头 来表示应该行进的方向 对哦 而且又是靠左侧行驶 看来真的要调整一下脑袋哦 韩国大致上相同 那里的车辆禁止进入的标志 也很可以明白哦 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标志吧 台湾的标志对车辆的种类 有更详细的规范 不过还是可以理解 百货公司 我想去看看 停下吧 不行 这里是停车禁止 也是临时停车禁止 那这里呢 不行 这里是停车禁止 我们在台湾是说禁止停车 那到底要停到哪里呢 要停到停车场 日本取缔违规停车很严格 要小心哦 有些地方有比租车更方便的交通方式 例如交通量很大的闸晃 适合用地下铁 坡道很多的小村 适合用观光巴士等等 既安全又便宜 也很准时 隔天 王先生记住了日本的交通规则 标志和安全驾驶守则后 尝试自己开车 慢慢开北海道 慢慢开北海道 天色明明还很亮 对上车就已经开头灯了 是吗 因为有daylight运动 为了维护安全 所以在白天也开车头灯的车 逐渐增加 我们也开开看吧 喂 怎么没有灯的开关 在右边 右边有车头灯 跟方向灯的开关 左边是雨摔哦 哦 原来如此 三人抵达今晚的住宿地点 定山西温泉 北海道是温泉的宝库 泡了温泉 开车的疲劳也就消失了 北海道大型租车公司的车子 可在各机场还车 接着为大家介绍新千岁机场出发的主要驾车路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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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冬天有很多雪 有些地方甚至气温会降至零下40度 当然道路也会被冰和雪覆盖 即使在北海道住了很久 习惯开车的人也会感到紧张 路面节洞时非常容易打滑 尤其是被称为薄冰波道的状态 路面像镜子一样光滑特别危险 突然刹车时 车子不容易停下来 方向盘也容易失去控制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 唯有降低速度才是正途 连高速公路有时也可能速线50公里 不要紧急刹车或急踩油门 避免带有极致的驾驶方式 确保足够的车间距离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冬天的高速公路 一定要比夏天开车时保持更大的车间距离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和路面打滑同样危险 就是地吹雪和前面车辆开过后造成的血烟 会一瞬间遮蔽视线 此时请参考路旁的Snow Pole 确定自己车辆的位置 在吹雪等视线不佳的状况下开车时 即使是白天也请打开车灯 才能让其他人知道自己车辆的存在 被后面车辆操车时 可能因血烟而事先不佳 所以请先事先启动与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ناbr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发生交通事故时 应把车辆移至安全的地点 设置三角标志 让周围的人知道发生了事故 有伤患的话 请拨119叫救护车 发生事故时 请拨110报警 不通报的话 日后补偿等将会引起纠纷 所以即使是轻微的事故 也请一定要报警 也必须联络租车公司 向他们报告事故状况 并听从指示 超过最高速限是违规的 请保时适当速度 安全驾驶 违规临停和违规停车的取缔很严格 要停车时请务必到停车场 其他各种违规行为 也会被处以罚还 如果不牢记日本的交通规则 到最后引发不必要的事故 以及麻烦 难得的旅行将会泡汤 请大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安全驾驶 享受美好的北海道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